三名男子围着白色轿车 手上还拿着球棒做事殴打 车内的被害人不断挣扎 还是徒劳无功 原来这群人是为了追债 先是开车追撞 再把人压到山去殴打 警方跟肩搜阵 终于带到嫌犯 除暴特勤队贺枪实弹赶往现场 缤纷多路埋伏 终于将业性嫌犯等八人逮捕 祖先是新竹风飞沙帮的大哥 本来就有恐吓取材等前科 而这回被拘提到案 不止这里有暴力讨债 内活也发生类似状况 跟朋友相约要来商讨 来开设招待手 就被三个友人带到伏特坑 木炸伏特坑的山上殴打 并釀出枪支 来请他签了1600万的本票 还有260万的借据 嫌犯强压被害人到木炸山区 狂殴一顿逼迫签下本票 并且丢包内湖 被害人报案后 警方逮到欺民嫌犯 警方追查发现 郭信枪手持改造模型枪威吓 跟被害人本来是朋友 看准对方是建设公司的小开 诱骗谈合作开招待所 结果强逼签下本票 现在自己狼狈落网 三连选各自钢组军 泰北报道